再看到自然感染 可不可以取代一劑疫苗呢 中研院研究員何美香 在日前提出了超級免疫的觀點 他認為施打疫苗之後 再加上自然感染 所產生的綜合免疫力是超級免疫 但是有專家提醒了 這個自然感染的保護力比較短 等於是勉強可以等於一劑的疫苗 保護力大約只有3到6個月左右 而反觀疫苗的保護力 可以達到6個月以上 相比之下 打疫苗之後染疫的抗體 可能只是流星 所以建議疫苗 還是要打好打滿 從出站內一路排到戶外 屏東火車站21號 啟動莫德納隨到隨打服務 不少人趕快來補打第三劑疫苗 也有小朋友來接種第一劑 門有打開就來了 其實我半夜3點就來看 有沒有看到 小朋友第一次 在拜祭呀 就看大家都打沒事啊 打疫苗增加保護力 但也有不少人打疫苗後染疫 認為就像吃了無敵新興 擁有超級免疫 不過專家提醒 千萬不要為了抗體刻意染疫 不要把這個當成你的免費疫苗啦 畢竟免費疫苗這個免費 有時候搞不好付出很大的代價 你有可能有部分很小很小的部分的人 也會有重症啊 那這種風險其實是還是有的 也有專家認為自然感染的保護力短 無敵新興也可能只是流星 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表示 染疫康復只能勉強等於一劑疫苗 保護力大約只能維持三到六個月 而疫苗的保護力可達六個月以上 另外胸腔劑重症專科醫師黃璇也發文說 Omicron有兩大特色 99%輕症或無症狀 體內所激發的免疫力本來就不高也不持久 加上病疫快速很容易再次被攻破 有研究顯示人體染疫三個月後 只剩下18%到20%的抗體 如果遇上新變種病毒 很可能又會被感染 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也建議 尋求增強自然免疫力之前 接種疫苗仍是保護自己的最安全途徑 記者送報道